那梅西在中国的舆论风波又有了新的进展 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在网络上梅西的道歉影片 因为梅西在中国也有很多的粉丝 那中国的粉丝就很暖心的替梅西道歉了 但是如果不是梅西本人出镜 这个也说不过去啊 所以一些暖心的中国粉丝利用AI电脑合成了梅西的道歉影片 然后丢在网络上试图平息中国网友的愤怒 虽然是电脑AI合成的 但是大量的中国网友还是相信的 这些AI合成的影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梅西竟然穿上了中国的汉服糖装 那甚至还有一些影片更加诚意 梅西亲自学中文跟中国的球迷拉近了距离 梅西彻底的怂了 给中国的广大球迷道歉 希望能够获得原谅 我们来看看啊 梅西道歉了 他穿着糖装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非常正式 之前也有道歉 也说了什么原因 说没有上场啊 是因为他有内收机严正 到香港感觉上场呢 会有加剧伤情的危险 后面感觉好一些了 所以在小日子那里上场了 我呀 因为这次平台总裹现流 所以说呢 也不敢上视频 也不敢上图片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 视频呢 我看了两遍 确定了真实性 下面呢 是梅西道歉的中文版 他说 我是梅西 我要对所有中国 包括香港的球迷 表达真诚的歉意 不管哪种原因吧 梅西道歉了 梅西最终还是道歉了 穿上糖装 面目憔悴 很心疼 键盘下闭嘴吧 梅西比我们许多中国人 还要爱中国 那这些由中国的梅西的粉丝 AI合成影片发布之后呢 还真的有大量的中国网友 信以为真 所以说这些球迷啊 也真的蛮聪明的 这个策略还真的达成了 平息了一部分中国网民的愤怒 那就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我不是粉丝 但梅西已经道歉了 大家理性爱国 支持国际友人梅西 他三观很正 立场很正 那这一则留言 我反倒是觉得 就是梅西的粉丝发布的 虽然说他开头说 我不是粉丝 但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带风向的一个立场 还有网友留言说 大家都消消气吧 梅西都穿汉服和糖装 表示歉意了 我看很多人也谅解了 请网友理性爱国 梅西这次穿上糖装 也表明心中还是有中国的 试问问 又有几个 我们中国人穿过糖装呢 感觉这些留言呢 大部分都好像是梅西 中国的粉丝 他们反串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理解一下梅西 你看梅西现在都穿上了 这个糖装 又说着中文 所以说他这么 这么好的诚意 这么立场 这么正确 对吧 心中还有中国 是想想 我们中国自己都不穿糖装 你看梅西他都穿上了 所以说梅西这一次道歉影片 是诚心满满的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纯路人 我一看就不是纯路人 又是粉丝反串的 他说纯路人不是粉丝 说说我的感受吧 一开始我也挺生气的 但是看到他穿上糖装来道歉 还用中文和我们交流 这已经体现了他对中国的热爱 大家不应该无脑抵制 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 但我支持他 这种啊 就典型的 像有些小粉红也会用这一招 就是说 虽然说我不是小粉红 但我觉得中国啊 一直有在改进 一直有在努力 还有一些中国小粉啊 反串成台湾说啊 我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喜欢大陆什么什么之类的 都是一种带风向的操作 那还有网友啊 很显然 我感觉也是中国的梅西的粉丝反串的 梅西已经道歉了 网友们就别骂了 我们很多人都原谅他了 因为他诚恳 也看得出来很爱国 穿糖装汉服 像个中国男子汉 还挺帅的 希望三观和政治立场 这么正确的梅西 早日来中国踢球 解除舞会 我虽然是梅西的粉丝 但跳出来作为一个路人 一开始我也很生气 但是今天道歉视频都出来了 而且穿汉服致歉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 以前外国人入华道歉都很虚伪 要说道歉 梅西做到了最真诚 祝福他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中国网友 就是先给大家丢出来一个AI合成的影片 来告诉一些生气的中国的网友说 你看我们的梅西已经道歉了 他的三观还是很正确的 他还是很爱国的爱中国的 我们就应该原谅他 他是一个国际友人 我们不要再抵制了 我们不要无脑 我们要理性爱国 但是呢 这一系列的手法全是中国的球迷 自己杜撰出来的 丢一个AI合成影片 然后再来反串这个路人留言 其实就是粉丝 这一套牌打的还真的蛮暖心的 当然了更新一下 梅西呢 在那个Instagram 他们的这个球队 还一些国外的相关媒体 已经释出来了最新的最真实的 就是梅西本人亲自跳出来道歉 应该是算是一种解释吧 也不算是道歉 因为梅西他的立场 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香港那一场 没有站出来 结果呢 这个最真实的一个影片 反倒被中国的一些网友说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AI合成的 但是这个就是真实的 假的他们认为是真的 真的他们又说 哦这是假的 那又看到梅西啊 还亲自学了中文 这些球迷啊 中国的球迷为了帮梅西啊 支持梅西 也真的用心良苦 给梅西应该是用 现在最新的那个AI翻译出来的 所以说梅西说的中文 其实都是电脑合成的 可能中国的球迷 想要让一些生气的网友 看到梅西的诚恳 你看他都开始学中文了 所以他把我们中国球迷 放在眼里啊 你看他有学日文吗 学其他国家的语言吗 没有 他学我们中文 所以他是最爱我们中国球迷的 他热爱着中国 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孩子 喜欢踢足球 你特别想对喜欢你的中国的孩子 说点什么 我认为足球最重要的 不是大的好还是大的不好 而是享受 享受一项美妙的运动 它让你与很多人建立练习 让你拥有很多朋友 最重要的是享受和开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目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中国球迷 代替梅西制作了 AI合成的道歉影片 你们对此有什么的观点 如果你们作为一般的观众 在没有看我这支影片之前 你们看到像是这些网路上 AI合成的道歉影片 你们是不是也会信以为真 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能够在留言区 分享出你们的观点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面积 记得按赞订阅开始小铃铛 拜拜